網路詐騙猖獗 二零二二年網路犯罪事件 當中 兒少受害者 比起五年前增加了八成九 家福基金會調查也發現 遇過詐騙的兒少 有兩成損失金錢 或是個資外流 家福也表示需要強化 孩子的敏感度 警覺心和查證 詐騙集團猖獗 不只大人受害 連兒少都難逃魔掌 高一的阿吉在網路上交友 對方先嘘寒問暖 取得信任 起初開口借一兩百元 幾次後不斷加碼 一千又變成三千元 這時他察覺不對勁 結果對方脅迫要找人來喬 最後連個資都交出去 他只好向家福求助 還有高三的阿薇 網路上看到賺錢機會 聯繫後先匯款 照辦後幾次才經覺被騙 損失五萬元 在網路犯罪事件中 兒少受害者比五年前增加八成九 家福進一步調查 在網路受騙的兒少 兩成損失金錢跟個資外流 近三成不會告訴別人 家福認為必須強化孩子的敏感度 警覺度學會查證 家福特別拿常見的六種網路詐騙手法來測試受訪而上 結果超過四分之一上當 尤其是面對網路購物跟免費貼圖詐騙 家福也提醒家長要多觀察兒少市市場不安緊張 若遭詐騙 呼籲家長要理性因應 不要再多責難 要安撫情緒 尋求幫助 記者林志美林志堅台北報導